升值省郵费 值本扣角平单 明年事办停发 马政府拼有感经济 财政部也动起来了 财政部长张胜和 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上说 为了让纳税人有感 简化报税程序 明年2月起 由公家机关公股行库 开始事办停发值本扣角平单 改采电子化平单 民营机关则自行决定 事办范围以薪资单鼓励利息 三大类为主 张胜和说目前需要 继扣角平单的盈利 事业约70到80万家 明年1月会请雇主 征询员工意愿 如今同意 2月就不再寄了 事办检讨后 最快后年全面实施 财政部说目前 550万纳税义务人中 已有6成约330万人 使用网络报税 而且税捐单位 也有四寸税额服务 所以值本扣角平单 对大多民众而言 是没有保存价值 估算明年示范的扣角平单 有6千多万张 每一张挂号人士 成本约10到20元 依划将可省下12亿 不过民众对此新政策 正反意见都有 那如果他那个网络的方式 寄给我的话 基本上我讲收没有的话 就是收到客资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而且不要骂 就是自己的可以 我觉得这样子 对民众是很不便 或许我不会上网 或许我也没时间 去国税局 去列印这一部分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 我实际的状况呢 我觉得可以让个人 自己选择会比较好 然后 就是不要规定说 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大家觉得自己方便的方式 正好 另外财政部表示 民众缴交房贷利息的扣角证明 并不在电子化范围内 其他捐献医疗等值本单据 也不会受影响 电子一个鸿海表示 基于环保 乐见扣角平淡异化 但也呼吁要有配套措施 缩短过渡期 免得变得更不便明 动新闻综合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通知